大家好,我是谷月 炒豆角虽然简单,但是很多人做不好 今天用豆角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按我的方法做出来,豆角脆嫩入味,也不会发黄 还可以保持营养不流失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刚从超市买回来的长豆角 我们当地叫姜豆 它还有什么别的叫法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首先我们将它的头尾给掰去不要 然后每根豆角我们仔细检查一遍 别藏一个虫子在里面 那样会影响你的食欲 挑剪完后把它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再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用手给搅拌一下,让食盐融化于水中 加入食盐清洗豆角 能有效地去除药物的残留 将豆角没入水中 放一边浸泡五分钟 接下来准备几颗蒜子 把根部切掉 根部比较硬,口感不好 然后用刀将蒜子压扁 这样压一下,蒜子能更好地散发出蒜香味 接着将蒜子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将它装入小碗中 再准备一小块的生姜 去皮后,先切成薄片 然后改刀,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和蒜末放一起 准备几个干海椒 将它切成斜丝 干海椒有点微辣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 切好之后,将辣椒籽挑剪出来 然后将辣椒丝和姜蒜放一起 这个时候,豆角泡得差不多了 将它仔细地清洗一遍 清洗干净,然后捞起来 控干水分 现在的豆角比较鲜嫩 可以不需要用刀切 直接用手,给它掰成三四厘米长的小段 这个季节,正是吃豆角的时候 豆角不发硬,还带着甜味 全部掰好后,再倒入清水 再次地给它清洗一遍 这样就非常干净了 清洗好之后,将它捞起来 放入漏栏中,控干水分 控干水分后,将它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在碗里面加入一勺食用油 用洗干净的小手,将它抓拌均匀 这样既能有效地锁住豆角的水分 也能使豆角做出来翠绿不变色 全部搅拌均匀后,将它倒入蒸锅中 用筷子整理一下,将它铺平 使它能够受热均匀 锅中上汽之后,盖上盖子 大火将它蒸三分钟 很多朋友省略了这一步 直接炒时间太长,就黄了,不好吃 这样蒸一下,比油炸的更香 也让豆角保持原汁原味,营养不流失 还可以缩挡炒制的时间 接下来,锅中先倒入花生油 再放入一小坨的猪油 放入猪油,炒出来的豆角会更香 油热之后,把姜蒜、辣椒倒下去炒香 炒香之后,将豆角倒进来 开大火,把它翻炒均匀 蒸过的豆角炒的时间不易太长 翻炒均匀之后,简单的调个味 加入适量的食盐,一小勺白糖 再来一点蚝油增鲜增香 别的调料就不用放了 这样才能吃出豆角的鲜味 继续大火将它翻炒均匀 把调料炒化炒开 让豆角能够称风入味 翻炒十来秒钟 每一小根的豆角都粘上了调料 就可以出锅了 你看,豆角还非常翠绿 也不加生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特别的入味 还保持着它原有的豆香味 营养也不流失 这样一道非常开胃下饭的家常炒豆角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留言,并且转发哦 能得到你的支持和鼓励 我将更有信心将美食分享给你 想要了解更多的美食 就请关注我 我是谷月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